7月4日 有媒体爆出女演员袁冰岩关联公司 因透露税被罚97.8万元 她也是今年第四位被爆出税务问题的明星 据报道 在2019到2021年期间 袁冰岩关联公司 以企业资金为股东 本人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 共计815万元 该公司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63万元 但违法未履行 因此被处税款60%的罚款 即97.8万元 还要补上163万的税款 给大家翻译一下 这家公司是袁冰岩所开 期间公司为她支付了个人消费 共815万 依法应缴纳个税163万 但袁冰岩作为法人 逃了个人所得税 于是被罚97.8万 袁冰岩在该公司占股100% 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人 7月3日袁冰岩退出该公司 并将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故伪 将法人变更为张纯 登上热搜后 袁冰岩的部分粉丝先替她喊起了冤 称袁冰岩的父母都是公职人员 不会做出这种事 粉丝们会无条件支持她 还喊话工作室出面澄清 随后工作室发布声明 承认确有此事 但公司已经深刻自省并补缴了税款 实力打脸部分粉丝 袁冰岩目前只有两个商务合约 如今其中一个品牌 已经将袁冰岩的相关动态屏蔽了 疑似解约前兆 另一个商务品牌尚未回应 袁冰岩曾出演过老九门 考仙侠剧琉璃大火 今年三眼的祝青豪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但此事一出 网友们对她的态度就变成了必须封杀 最近她和杨幂合作的狐妖小红娘刚开机 不知此事是否会对该剧造成影响 或许剧组会选择换脚 毕竟使用此类演员的风险太高了 袁冰岩上半年跟钟翰良合作了 古装剧《倾城》一清欢 如今已经杀青换脚是不太可能了 不知是否会对该剧的播出造成影响 袁冰岩出道十年 早年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和诚意合拍流离后才受到广泛关注 她还被公司包装为小赵丽颖 一心想成为娱乐圈的下一任甜妹代表人 其实袁冰岩属于后进比较足的演员 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 可惜为了163万的税款自毁事业 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近年来官方严查娱乐圈的偷税漏税行为 可总有明星知法犯法 直到被查出来才表示自己知错了 实则是怀着侥幸心理 明星们缴纳的税款多 但赚的更多 为了眼前之力毁了未来前途的 只能说句活该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